生月進步,各位社手座的朋友,包括我自己 伴隨著紫身公的生月,會發生什麼事呢? 塔羅有兩個訊息 第一個是你會很接,不是很想見人 第二個是有些決定,你會很恐懼去做,有而不決 但放心,最後這兩件事都可以迎恩而解 尤其到我最後會公佈一個吉日 如果有什麼接的話,你應該趁這些時候去見朋友 還有如果有什麼恐懼,不懂做決定 其實都可以趁那個時候,去狠狠心腸去大步跨出 其實塔羅的訊息,大家可不覺得有一點很矛盾 為什麼呢?現在我們生月來的,對不對? 那還接什麼?不是應該多些去見朋友嗎? 那何況射手座都出名是多朋友的,對不對? 那我們這樣說,出名是多朋友的 但是,這個我又不可以說是一個 又不是一個假的,又不是一個假的事來的 但是其實說真的,我想是六四而已 真的六十百分之,射手是多朋友的 但是其實有四十百分之,不是特別多 但是,是close,我可以這樣說 其實射手未必說真的很多朋友的 未必是如大家所說的 但是,如果真的交得深的,是close的 或者這樣說,我覺得是多資深朋友的 OK?好不好這樣說呢? 因為有些,如果你說這個世界上 有沒有人是很多那些走路朋友啊? hi by friend 啊? 可能你不知逛街都見幾個,有的 獅子天秤水平很多的 但是,我反而會說,射手座未必真的有這麼多這些 hi by friend 啊? 但是,其實我們是多資深朋友 我應該要這樣說 好啦,那其實,聽起來雖然很paradoxical 但其實還未完全是 因為由尖聲學的角度去說 其實現在是新月嘛,對不對? 月亮月亮,大家都知道 女性有月經,是嗎? Mensis,或者Mensuration 那其實呢,說真的 以前的新月,每次新月 或者很多當女性剛剛來月經的時候 如果她們不是打算生嬰兒 其實她們是會自己接賣的 是啦,因為地面有嬰兒嘛,對不對? 那以前的避孕草才沒那麼好 是啦,所以久而久之 其實每一個新月,都是一個跟什麼有關係呢? 就是,給你一個新的機會 我都經常說,為什麼我要初一十五去出星雲 就是因為是有自己的能量的嘛 那這個宇宙首先就是 趁今次那個自身工的新月 給你一個新的機會 但是我們自己是要去retreat 摺起來,去冷靜一下 去重新去revitalize自己 去令到自己充滿那些能量 去想一下尋思,為什麼要去應付這些機會呢? OK,是啦 然後,說到這些都好像比較冷凍,是不是? 所以我現在就配合聲像去說一下 究竟我們因什麼事接呢? 以及我們恐懼做些哪方面的決定呢? OK 今次的新月,日月同工,但是無上的 即是說,就算這是新的機會 但是它的吸引力不大 那麼我們守護星木星是入廟,強勢 同時它就三分在金牛座裡面逆行的那個天王星 但是,但是呢 今次這個三分是非常之特別 因為它們不是同元素 我們是火象,金牛是土象,是不是? 純粹因為它那個角度很近才勉強三合 它不是一個真正我們理論上常常見到的三合 即是in this case,其實它是近白羊 但是它不是在白羊 所以我們明白了 原來這些機會是來自我們的兄弟姊妹 我們的情同手足的朋友 以及家人的 如果我們說回第一個說接的話 很明顯就是他們想約我們去慶祝生日 想約我們去玩 如果是第二個的話 原來我們今次的新月 宇宙就給了一些機會來自這些身邊的人 但是我們不是那麼著弱 我們有一點恐懼 不敢去做這個commitment 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真的當作這件事是一個commitment 是一個責任 而不是一個玩 不是一個enjoy ourselves的一個機會 OK? 同時我們看看 現在在金牛座逆行的天王星 是對分天蠍入廟 也是非常之強勢的火星 OK? 所以如果我們推工 看看那些飛星走位 即是說 其中還有另一個原因 除了我們當作這件事是一個苦策 而不是一個玩樂機會 也是說 原來我們在忙著拍拖 OK? 如果是大人的話 如果你們有小朋友 你們在忙著一些小朋友的東西 例如 現在是否都是那些考試月份 所以可能你們 一些射手座的家長就會覺得 搞了小孩 不想見朋友 還有如果你們是一些藝術家 或者你們的工作需要 你們最近也會做一些show 有些表演 還有再說一次 雖然別人說跟你慶祝 或者就算這些身邊的人 給了很多機會 你們問你們 想不想試一下 想不想做 但你覺得其實 好像要對他們交差 好像為了給面 而不是真的做到自己很喜歡的射手 表現不到最真實的自己 對了 還有加多一點 也可以是純粹因為你們懶 還有因為 如果有些人病完的話 要休息 我病在床 所以就對這些不同的機會 和一些去見到大家 社交的場合 是有少少秘技的 最後我們說 哎呀 聽到好像那麼差 但不是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 貴人是雙子水平和喘女 那如果有一些機會 來自這三種人 或者他們真的約你出去玩 那麻煩你真是拿反應 OK 因為時間始終都是自己抽出來的 OK 那如果你說想去突破自己的恐懼 去做一些決定 去接立一些新的機會 還有如果人家真的 這麼巧約你 在哪些日子呢 你也是要拿反應 那就是12月10號 我說的是西曆 December的10號 那加三減三都OK的 是啦 那說多次啦 因為 半場這個新月 其實自己都有些新的機會 不知道做不做 是啦 那說多次這些機會 是來自那些 什麼身邊人啊 兄弟手足啊 親人啊 朋友那些的 是啦 那如果你是想突破自己的框框 去若若一試 那都是趁這個吉日去做的 那最後你說 哎呀有沒有空日啊 有沒有小人啊 唉呀 不要這樣啦 畢竟是我們的生月 生月嘛 是嗎 那我們用一個樂觀點 積極一點的心情 去面對多些東西 是啦 那不好的東西呢 就不要管啦 是啦 這些什麼空日小人 那再次祝大家呢 生月快樂的 也都當然是 祝我生日快樂啦 是啦 大家記住 我是12月13號生日 我是跟Taylor Swift同一天生日的 記住 當日跟我說個Happy Birthday啦 5 6 6